前些日子,有千万粉丝的网红吃播泡泡龙去世 年仅29岁,泡泡龙曾靠给自助餐厅上课系列成名 但看他的视频不难发现 长期的暴饮暴食已经让原本就处于亚健康的他 平添了更多的负担,埋下了隐患 他的身体早已发出了不好的信号 过度肥胖,头发变少,脸上,脖子上出现黑斑等等 所以脂肪是如何杀死一个人的 首先,通过食物,脂肪进入人体 通过小肠之后,脂肪会在各种酶 以及胆质酸的作用之下发生乳化 分解为脂肪酸、胆固醇和其他脂质产物 所有的脂质物质都会通过血液循环回肝脏 而肝脏会对脂肪进行分解、合成以及储存 当脂肪摄入过多时,就会在肝脏内堆积,形成脂肪肝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因为脂肪摄入过多又缺乏锻炼 所以出现脂肪肝的比率越来越高 当脂肪肝发展为重度脂肪肝后 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恶性疾病,甚至威胁生命 当肝功能受损后,人体中各类代谢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使得身体内出现更多的脂肪物质 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你以为脂肪的危害到这里就结束了? 事实上,脂肪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 下个视频继续为大家讲解脂肪是如何悄无声息 才是你的生命的 下个视频